今天長照服務法在立法院被質詢 我們知道2008年馬英九要選總統的時候 就推出說他要做社會福利 他要推長照法 他要推長照保險法 他要推一個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 可是到現在2013年了什麼都還沒有 他給我們畫了一個筆 他準備要用一個長照法的這一個 冠冕彈簧的這一句話 然後甚至於來立一個空殼的法律 好像在放政治煙火一樣 這樣來呼嚨我們的選票來欺騙我們的國民 長照法在2011年送進立法院就被冷凍在那裡了 沒有任何的進展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一方面裡面的長照法在被質詢 另一方面我們要再度強調 現在行政院在推的長照 是一個血汗長照 如何說他是血汗呢 百分之六十幾的家庭照顧者 就是家屬照顧這些病人老人的人 百分之六十幾 還有我們今天在現場的這些大家可以看到 移工們佔了百分之二十幾的照顧服務人 目前這些照顧人員都沒有在行政院的長照法裡面 長照服務法裡面納入長照的規劃 所以政府部門一直講長照人力 從2008年開始推行長照十年的時候 就人力不足 2008年開始推行長照人員 開始推行長照十年計畫 訓練服務人員的時候 流動率就又特別高 所以這百分之九十幾的人 沒有在政府部門的眼睛裡面 繼續還在流血流汗的 執行著每一個家戶裡面的照顧制度 我們來這邊要求 所有的個別聘僱 個別家屬的聘僱 個別家戶的聘僱 的這些照顧人員 應該被廢除 我們也要求政府部門 要看到這些百分之九十幾的 照顧人員 完全沒有在長照人力的規劃裡面 那我們今天看到長照的現象就是說 七十萬裡面 大概二十萬我們要感謝外籍勞工以外 大概有兩萬八千人是在機構 兩萬兩千人是由政府提供的 長照服務在照顧 但剩下的四十六萬 都由家人自行在家照照顧 那我們也看到這幾年的社會現象就是說 弟弟我帶走了 爸爸也帶走了 就是說這四十六萬的家庭照顧者快要瘋了 而二十萬的外勞照顧者也快要瘋了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 國家仍然退位 國家仍然沒有責任 我們知道現在行政院的這個長照服務法 其實裡面零零種種的規劃了什麼樣的機構可以執行這個長照 可是對於長照人力完全沒有提 更離譜的是他還同時同意個別家戶來聘雇這些照顧人力 我們知道當台灣開始開放這些個別家戶聘請外籍移工的時候 所有的外籍移工就在一個沒有勞基法保障 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時得隨時stand by 的一個血和勞動狀況下 我們今天要講說行政院版的長照吧 不是我們要的長照吧 我們我們這麼多人都快要瘋了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國家要有角色 那我們也希望有幾個精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二十萬的這個外籍看護 應該要整合到居家式照顧的系統 然後再由社區的居家照顧 然後派遣到家戶裡面去看護 那大概可以解決二十萬的這個照顧人力 那我們更重要那家人自行倉庫的這四十六萬的家庭 我們還是要刻意政府要提供優質又平價 而且是社區型的馬上可以得到的 就在家鄰居裡面的社區型的優質又平價的這個照顧體系來給我們 政府擺爛 政府擺爛 反雪漢 反雪漢 要藏造 要藏造 範鱼 白血汗 耀藏兆